万万没想到 一根79块钱的美笔 竟让李佳琪露出了真面目 事情的起因是 李佳琪在直播间推销 一根79块钱的美笔 但有位网友觉得 0.8克卖79块钱 属实是有点贵 于是便在弹幕上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不曾想尽 换来了李佳琪的一顿回对 如此刺耳的言论一出 瞬间激起了惊涛骇浪 因为李佳琪嘲讽的 不单单是嫌美比贵的这个人 还有那些正在为生活鞭挞 拼命努力却难以挣脱的普通人 更何况他李佳琪也是从底层 一步步努力才爬上来的人 如今怎么敢反过头来 嘲笑那些还在打拼 而且还义无反顾支持他 信任他的粉丝 甚至还有网友直接对其反问道 那当初他上学时 母亲拿不出来两万块钱的学费 也是因为没有好好工作吗 只不过这还没算完 最令人感到无语的 还是他在直播间说出的这番话 颇有一番别人求着他 坐在那直播的感觉 不过他似乎是忘了 他当初不就是靠这种方式 才发达起来的吗 怎么如今反倒开始 埋怨起消费者不懂事了 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在后面的直播中 李佳琪还是一脸傲慢的 跟网友们道了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不好 与此同时 还不忘补充一些语重心长的话 没问题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好不好 咱们就做一件事情 圆滑 圆滑 我也在学习做这件事情 反正以前的李佳琪的状态 是完全不在 看不到了 尽量保证以前的那种 有趣的状态和喜欢 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东西的状态 导致现在我完全 就是什么都不能说 咱们就做一件圆滑的人吧 这下网友们可彻底炸了锅 甚至动静太大 还直接惊动了央视 眼看事情发展愈发不可控 李佳琪只好再次出面 做了一番声泪俱下的诚恳道歉 本想着就此平息事件 怎料静志祺更加激烈 听闻傅鹏离开的原因后 才明白李佳琪其实没变 他不过是不装了而已 这一幕出在2020年 李佳琪的某场直播中 彼时陪伴他多年的小助理傅鹏 正式宣布以后将会退出直播间 那天两个人在一起回忆了很多没成名前的往事 正聊得尽兴时 傅鹏却突然问了李佳琪一个问题 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直播时 直播间里有多少人 对此李佳琪浑然不知 只能随口揍了一个数字 可傅鹏却回答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 或许从这个时候开始 李佳琪便已经忘记了初心 要知道在没接触直播带货这个行业时 李佳琪还只是一个化妆品专柜的贵哥 可傅鹏却已经坐到了店长的位置 后来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李佳琪踏进了这个行业 而傅鹏为了陪他 果断辞去了店长的工作 随后两个人便一起来到了寸土寸金的上海打拼 并且还立下约定 只要赚的钱够花 就立马打包回家 后来傅鹏就在李佳琪身边当起了他的助理 照顾着他的日常起居 甚至就连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动态 也是三句不理李佳琪 可随着两人的直播越做越好 李佳琪的名声也越来越高 他们之间还是产生了隔阂 尤其是在意识到李佳琪只能共苦而不能同甘后 傅鹏便果断选择了离开 其实在了解了这些之后 再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眉笔事件 就会发现李佳琪其实一直都没有变 他还是那个赚得名利后 就会忘记了在低谷期曾一直陪伴他的人 尽管此时发生后 李佳琪第一时间出面 做出声泪俱下的道歉 但这几句词 怎么看都像是公关特意提前编辑好的文案 对不起我让大家失望了 对于我的言论不大 我诚恳地接受大家一切的批评和建议 我会静下心来深刻反思 我会想清楚 当时为什么要出发 要怎么样做才能服务好更多的女生 所以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批评和监督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 李佳琪前脚刚到完欠 后脚便立马不通不痒地开始带货 这波操作就算堪称他是变脸大师都不为过 或许他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无法再与消费者们共情 所谓的道歉也只不过是为了之后的双十一活动罢了 万万没想到 李佳琪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竟会掀起国货品牌之间的离谱商战 近日 李佳琪带货没笔翻车后 一大批国货老牌子便闻着味纷纷前来 享受这颇天的富贵 这其中最为积极的还得要数风花洗发录 不仅公然跑去花西子的评论区减粉 而且还连夜上架了三款79元性价比超高的套餐 为此 引得不少粉丝纷纷直呼赶紧给他们改回原价上车 否则就要赔的裤衩都不剩了 当然 在这么热闹的场合中 自然也少不了风花最大纸箱供应商白玉牙膏 他们先是强势推出了自家套餐 随后便与风花在花西子评论区为强粉玩起了高端商战 本身这两家就已经炒得不可开交 可偏偏这个时候 惊心也要前来横插一脚 甚至在他的带动下 还有不少国货品牌也纷纷加入了进来 当然 在劝架的同时 他们也都没忘记为自家产品做宣传 甚至有的品牌为了一碗水端平 还在自家直播间里摆满了其他国货品牌 总之 这波商战打下来 唯有花西子与李佳琪受伤的世界达成 其余人都赚得盆满钵满 消费者更是乐得开怀 要知道 早前有那些知名大品牌在 消费者很少能看到这样一些国货品牌 而李佳琪此次翻车 无疑是给了这些品牌们一个难得的机会 他们通过幽默又有创意的方式给消费者们带来欢乐的同时 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优势 从而赢得了更多消费者的信赖 最终选择了他们